-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剛才同大家睇過一單的國泰方面說他歧視內地人的影片,說到他們現在三宗罪是軟嫌問題,還有態度問題說他們非常之差。 來到今時今日,5月23日,官媒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公眾號俠客島發文,他說國泰航空不可以每次都只是道歉,而是應該要重拳整頓建章立制,由根指上殺停歪風。 合客島文章說國泰航空空中服務員歧視飛鷹與乘客的新聞發生在香港回歸祖國25年後,香港局勢由亂轉至已經3年的2023年,令人覺得好震驚。 這個文章引述網友發帖說國泰航空服務員歧視內地乘客的消息不是孤例,不是一單,好多年來一直都有,這間由外國人所成立,無集團都是英知背景的航空公司,在香港經歷回歸前近50年歲月。 他公司的文化似乎保留了某一種順敗洋人,尊重香港人,而體驗不起內地人的情緒。 同目明悠悅感文章說道,一個在全世界都有業務的航空公司,對乘客抱有地域性的歧視只能夠暴露公司業務質素好低, 暴露部分人的各族認同偏差,心理扭曲和文化,還有專業素養好低。 文章說道,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的發展離不開國家和內地的支持, 而內地遊客是香港服務業的衣食父母之一,內地發展早就超出一些井底之蛙的眼界。 無論在哪個角度,員工歧視講普通話的內地人都是絕對不應該發生的事, 國泰航空不能夠每次只是道歉,而是應該重拳整頓,建章立制,又根本上殺停歪風。 文章最後講道,同時也應該要看到國泰航空不能夠代表香港服務業,更加不可以代表香港。 文章說道,這種惡劣事件是今日香港局部咬法,香港現在日益重視普通話,年輕一代普通話水平也突飛猛盡,公務員對普通話要求也越來越高, 文章說道,在香港純拜英文而看不起普通話的逆流,勢必會煙滅在歷史大潮裏面。 這一個就是官媒方面出文,罵國泰,說他外國背景,說他看不起內地人,用普通話是一個骨子女的優越感。 今次官媒出文都出得真是幾快。 他都提到,叫國泰就應該重拳整頓,不是每次只能夠道歉。 這樣沒用,解決不到根本的事,到底要整頓的話怎樣整頓呢? 同時如果是非國內航線,成都非香港,或者香港非成都,理論上來說應該都是廣東話或者普通話都要講的, 只是講英文的話,好可能有些大陸的旅客就不會聽。 好了官媒都出聲了,大家對今次的新聞有什麼看法呢? 下面留個言吧,我們下集再見吧,拜拜!